男人突然惊醒 发现自己坐在一辆急迟的列车上 而对面的女人正自来熟地和自己讲话 男人一脸错愕 但女人的表情仿佛在说 自己才是那个举止奇怪的人 男人解释并不认识他 随后便一头钻进洗手间 竟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完全是另一个人的模样 眼前的一切难以置信 这时刚刚的女人过来安抚他 但话音刚落 一场剧烈的爆炸瞬间将两人吞落 再次醒来时 斯蒂文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机舱中 一名女军官通过视频和自己通话 要求他在八分钟之内 找到让列车爆炸的炸弹和凶手 还没搞清楚状况 斯蒂文便再一次从列车上醒来 对面的女人正和自己说着相同的台词 斯蒂文以为这是一项模拟演练 一切也都只是道具 于是他恰算好时间 根据爆炸的来源 斯蒂文来到可能藏匿炸弹的地点卫生间 一通翻找之后并没发现可疑物品 突然他注意到头顶的通风管道 爬上去一看 炸弹果然在这里 随后男人走进车厢假装成安全员 让车厢内所有的乘客关掉手机电脑 发现有乘客不从便一拳打 没想到列车却再次爆炸 第三次醒来 斯蒂文又回到了封闭舱 他将炸弹的位置告诉给了女军官 但自己对现状毫不知情 愤怒的斯蒂文不愿继续执行任务 无奈之下 女军官告诉他 其实自己所在的那趟列车已经爆炸 而为了阻止下一次袭击 需要借助列车上一名乘客的身份找到犯人 说完便再次将斯蒂文送回了列车 有了明确的目的 和前两次不同 斯蒂文显得更加自然 他不但了解到坐在对面的女人叫做克里斯 还打听到 出入过洗手间的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是一名拎着包 即将要下车的男人 于是便决定拉着克里斯一起下车 从洗手间到站台 斯蒂文尾随了男人一路 最后见他坐在长椅上 便生硬地上去搭话 自然吃到了闭门羹 可偏偏不依不饶 最后两人竟扭打了起来 两个男人正扭打在一起 突然远处传来了爆炸声 原来犯人并不是拎包的男人 可为是已晚 就在这时斯蒂文被男人一脚踢倒 头重重地磕在铁轨上 而不远处一辆列车正快速驶来 再次回到封闭舱 斯蒂文想让女军官帮忙联系自己的父亲 无意中斯蒂文看到他制服上的勋章 但对方不想再浪费时间 便匆匆把他送回列车 这次斯蒂文并没有急着找犯人 而是委托克里斯搜索和自己相关的信息 他也通过一名女乘客 查到了那枚勋章所属部队的电话号码 就在快要接通时 克里斯走过来告诉他 自己在两个月前就已经战死了 斯蒂文不相信 但生前的记忆逐渐得以恢复 回到封闭舱他质问女军官真相 对方实在瞒不下去 便说出了实情 原来这个封闭舱只是斯蒂文的想象 目前的他 仅仅是原代码程序里的部件而已 得知真相后 斯蒂文一心寻求解脱 主管承诺他 找到犯人后就会关掉程序 让他安息 随后斯蒂文又数次返回列车 但还是没有找到犯人 就在他濒临崩溃的时候 听到了父亲在自己葬礼上的复文 为了能再一次和父亲通电话 斯蒂文又回到列车 他先拆除了炸弹上的手机 随后拨通了上面唯一的号码 本以为坐在前面的小哥就是凶手 而再次拨打号码时 铃声却在车厢外响起 斯蒂文跟着那人下了车 发现他将某个东西扔进车厢后就走了 跑去一看发现是那人的钱包 里面夹着一张ID 这下就掌握了犯人的身份 一个叫张三的年轻小伙子 可刚一转头却发现车门已经关上 车速也越来越快 情急之下 斯蒂文拉开紧急开关 一咬牙从飞速行驶的列车上跳下来 而这一幕正巧被座位上的克里斯看见 斯蒂文顾不上疼痛 捡起手枪艰难的起身 一瘸一拐的向犯人走去 小伙子被一个满身是伤的男人用枪指着 但他却毫不慌张反而面露微笑 他不理解眼前的男人 为何对自己了如指掌 他转身拉开了车门 向男人展示着自己的作品 满车的炸弹 不顾斯蒂文阻拦 张三钻进车里 想要打开一个箱子 斯蒂文见状让他闪开 自己打开箱子 只见是一个制作精良的炸弹 一定威力巨大 斯蒂文逼问张三 下一个目标的地点 可这时克里斯突然走了过来 让斯蒂文一下子分了神 趁他不住 张三连开两枪 放倒了斯蒂文 克里斯健壮想要逃跑 却也被开枪打中 倒在车旁 张三开着车扬长而去 留下两人倒在血泊之中 而远处的列车 却依旧发生了爆炸 原来有两个引爆手机 转眼间又回到了封闭舱 斯蒂文将 犯人的身份和运送炸弹的车辆 告诉女军官 警方也成功逮捕了犯人 任务完成了 可主管却不打算兑现承诺 这个计划让他成为一个英雄 他想初始化成绪 洗掉斯蒂文的记忆 从而反复利用 而这时斯蒂文却请求女军官 最后一次将自己送回车上 等他救下列车上的所有人后 再关掉生命维持装置 最后一次从列车上醒来 斯蒂文见到了克里斯 现在他已经爱上了眼前的女孩 决定一定要救他和所有人 他先来到洗手间 拆下炸弹的两个引爆手机 又偷走列车员的手铐 将等待下车的张三逃住 当面拆穿他的计划 在用他的电话自首解决掉炸弹之后 斯蒂文缓缓拨通 打给父亲的电话 完成了自己的遗愿 接着又给女军官发了一条短信 之后他回到车厢 拉着克里斯的手 看着充满欢声笑语的乘客 在八分钟的最后一秒 吻了这个女孩 而此时女军官也按下了 生命维持装置的按钮 但斯蒂文的时间并没有随之停止 他的生命将会在原代码的世界里延续